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名》 李宗盛 《词曲名》 李宗盛 《词曲名》 李宗盛 就是上次有词, 那13.3的意思词 看了推主常给你的资料 就放他载常给你的资料 那边打是书, 应该是最好的 然后同学,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 13.4节的第五题的西小题 然後應該是負一的n加一次方 少一個加一次 如果再利馬當成加 前面加的話 可以啊 負號你丟進去這樣子 你負號別到外面來負責 然後這一題的算法是要去求這個 忽略極速 x 忽略極速 就是要有這個 然後另外有一個是 算出來n平方問之一 我們就用不拍平方 就這一個 要用到 這個把它帶到 這兩個把它帶到那個b小的裡面去 那這個題目是在前面的13.13的例題 但是上次沒有數目 你要去逆那個s等一個值 就得到這個n平方 逆的x等2 13.13 13.13 去逆的x等2 它就會得到這個4 回去可以試試看玩笑 然後算一下這個奇數 我們說過要看這兩題 我更正一下 然後剛剛好像有同學說那個第9題 是3.5的第9題 我回去再看個線 因為剛剛同學意思算出來 應該是互拍到底在變化 假設互拍到0的話 應該是互拍到0的話 應該是互拍去層上 故意人詞的方式 假設是0到拍這邊 拍到0再變化 那這個出來的會是 互拍去層上去剪掉 故意人詞的方式 所以這兩個變化 因為這個會變成是 故意人詞的方式 就是0 假設互拍是等1 這邊是2 所以這個很開 然後N等於2 1-1 所以等於0 那這個會變成 故意人詞的方式 這是開到0 好 這個是第5節的第9節 回去你們再看一下 好 那我記得我們可以交代說 那個旋轉角度是 瞬時針在跑 所以瞬時針在跑的話 應該先重複拍這樣子跑過來 所以應該是複拍到底 我們去把那個第2節刷吧 好 我們去把那個第2節刷吧 好 我們去把那個第2節刷吧 然後我們有說 我們要看一下 會不會有一些不存在的N 所以這個跟小等於0 這個部分是會發展的 所以不行 所以我們那個頂要特別算 所以我們上次有跟妳講說 我們都算出來是0 所以要我們帶公式 會得到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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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 然後比s 其實帶一樣的公式 所以我們去寫出負數型的負裂結束 所以我們去寫出 我們的负數型的負裂結束 我們就把那個帶進去 所以變成先從負先帶到正的先打 這邊就是Npi 這邊是I 連上是VN14 然後以VN14 就得到這一個 這個是在課本的四檔 六十八頁的上方第一個 那這還在加住一個 因為N不等於0 所以把它加住上去 因為N帶進去的時候 這邊可以放上去 所以這個N不等於0 那其實N等於0 那是0 第一0是0 這個應該可以 我們那個時間計算要長掉 六十三七七七五八九十 就是第四檔 然後六十八是星期三五八九十 所以這個寫出來的 複數型複裂結束寫才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往這邊再去推 我們說 我們說 這也來圖形複裂 它還是像這樣子 它因為它真的都起來很順 所以它往左右各野生 好 都有 所以我們的複數型複裂結束 應該是一個 周期複裂結束 那它表示的是白色的這一個 它把剛剛的這一個 好 黃超上來 我們這裡轉換一下 我們先把 這個是0 沒有 所以我們從1到1線到1 另外有一個是複線大到複1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項是複線大到複1的 好 一樣 深拍分支拍 層上揮的一字 好 在那邊裡 有像不見的嗎 可以嗎 好 那第一項先跑 這個是複線大到複1 所以假設 我們去把它寫成1到無線大 裡面的N全部彈複N 裡面的N全部彈複N 答案會一樣 好 我們去把它展開來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一樣 好 我們從複1開始往下大 好 所以這邊是N大的複1 就是複1乘上i 好 然後這是i 好 然後這是複1的複1次方 discontential的複i pi x 我先帶上面這個 好 等一下我們再帶下方這裡 好 再加上N帶複2 所以是複2 pi 然後分子i 然後複1的複2次方 是複2 是複2 pi x 那一樣 後面我們就算兩個就好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假設 我們一樣去把它展開 第一項是複1 所以是2代1 現在這個段是正的 因為等一下我們希望 和要對頭幣起來 所以這N帶1 所以是負的1 然後分子是i 然後負1的負1次方 也是所謂的負的 這是負1 i pi x 再加上N帶2 所以是負2 pi 分子i 負1的負2次方 所謂學的負2 所以是負2i pi s 所以你們看到 我們一樣是負pi 跟子是i 這是負1的負2次方 一樣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負2pi i不一樣 i也是一樣的 負1的負2次方 也是一樣的 所以都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式子 畫出來 所以很厲害 剛剛的提出和的 和部分 N是從一開始 好我們去提出 共同的像 N從一道無限的 跟五一樣都有N和 i 分子一樣都有i 然後一樣有負1的N次方 那這個負1的負1次方 其實就是 是負1的N次方 可以練一下它看 好 好 假設我們N大1 因為我們N從一開始 所以N大1 所以是負1的負1次方 負1的負2次方 負1的負2次方 都相等 我們是負1的次方 因為負1的負1次方 是不是先倒數再取一次方 所以這不是負1 它這個跟它一次方 是不是一樣是負1 對嗎 主要兩個一樣 它這個負1的負2次方 是負1的平方再取倒數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負1的平方再取倒數 負1的平方是1 所以這則倒數 那這邊的話 是會等於負1的平方 就是等負1 所以主要兩邊相對 所以負1的分次方 可以把它寫成負1的N次方 所以這個一樣可以丟到前面 好 我們這邊就一個 istential the i 跟 pi 去減掉 這邊有減的 乘過了 istential the i 跟 pi x 好 好 我們兩邊分成負1同乘一個 這個 i 好 所以我們這邊是 istential the i 跟 pi x 從 1 到無限的 好 這個是n pi 好 然後這邊是2 對不對 n pi x 2 它一層來是負1 所以我們平到後面來 所以就是負1的n加一次方 那這個是什麼 sine的 所以我們從前面的負數型的固列極數 寫出這一個負列極數 這不是負數型的 所以它讓你去算負數型的 你的答案應該寫到這邊就好了 那我們後面往後推的 是在跟你說 我現在是一個做強數 算出來的負數型的負列極數 會等於我們前面所提的負列極數 是區間形的 所以把這個插掉 是區間形的 從負1到正1 xs的s 這樣子 出來就是這一個 所以假設我們 假設我們去用區間形的負列極數來算 我們用前面的來算 這是一個積函數 對不對 我們左右兩邊這邊都不看 我們就看這個函數 就是fs等於s 然後區間是負1到正1 這出來是這一個固域 所以是積函數 所以a0等於0 因為我們fs是一個一樣數 所以a0等於a等於說 我們只要算bn 那我們就帶1n的公式 所以是l分之1 然後負L到正1 fs 然後sine等 l分之n pi s 所以我們來看 l是等1 所以就是負1到正1 fs是x 然後sine等 l我們是1 所以是n pi s 我們要連續分布計分法來做 所以是x 1 sine等 sine等 n pi s 就是n pi 分之1 sine等 n pi s 然後負號 然後就一樣 是n平方 它的平方就是負1 sine等 n pi s 好 所以我們會變成n pi si 分之2s sine等 n pi s 然後減減變降 n平方 n平方分之1 sine等 n pi sine等 Priv 所以變成nπ分之 一代金是-1 對不對 s1 我先代正最負一 然後coside nπ 然後減減變加 減到這個減的 所以要nπ分之負一 coside-nπ 這邊應該是加 coside-nπ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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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會變成nπ分之2 有一個負的 這邊有一個負的 所以是負2 這是負1的n加一次方 因為這個是負1的n次方 然後這邊有一個負的 所以nπ分之2 所以我們要寫成負列極數 所以我們學n從1到無限大 a等於 a等於是等於 只有b等於下 所以變成nπ分之2 乘上負1的n加一次方 sin的nπ分之2 所以是不是一樣 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給我們一個結論是說 我們前面的負數型的負列極數 它是一個中期的極數 那我們去做負列極數的時候 我們要算的區間是這一塊 那跟我們前面 再算區間函數的 也算的是這一塊 所以答案是一樣的 答案是一樣 這是從負數型的負列極數 畫出來的 在我們那邊 用區間型的負列極數去算的 是一樣的 像這邊的負數 比如說我們前面講過說 你要算的是算 主要是負列極數去接 就可以了 那至於前面中期函數 跟後面的那個中期函數的部分 自然就是拍往上架的時候 就會產生 這個是在課本468頁那個地方 它後面有去推 去把它推出來 那假設我們再去算我們的正伏 方中圍到我們的公式 是nΩ0 然後pn 一取絕對值 取得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的n沒有變 mega0會得多少 mega0是p分之2拍 p是2 所以2拍 對最後得到5拍 對最後得到5拍 所以這個得到是n 發行的 好 dn 我們剛剛有算 在這裡 那取絕對值 所以應該是什麼 n拍分之1 那因為n是 什麼 正負1 正負2 正負3 所以這邊n要取絕對值 所以看你的絕對值要取在 這個地方 還是要取到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這邊的n 是0拍子 但是0不行 對不對 因為這邊0分之1就會發散 所以我們剛剛0也重算 所以這邊應該是正負1 正負2 正負3 所以這邊的絕對值主要是在 負號部分 那你說我們有一個是n等於0的 那等於0 我們有一個d0 所以這個是0 那d0也是0 所以會有這一個 正負2 所以這個的話就不用信 就沒關係 因為它都是0 那你要交代也沒有問題 因為n是0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算d0 所以d0也絕對值 來這裡 這是n等於0的形狀 那我們去掛它的圈母圖 所以這個是dn 你絕對值 那這個是n 所以第一個 一倍的π 兩倍的π 三倍的π 那我們是正負1 正負2 正負2 所以在左邊也有 所以一樣有正負1 正負2 正負2 所以左邊也會有 那看這個會等於多少 所以這是π分之1 對 所以0.3多 所以假設我們這邊畫一根是0.3 那 右邊一樣 左邊也會有 就兩根是一樣高度 然後再來是π分之1 所以大概是0.1 0.2 到 所以這個假設是0.3 多少 算一下 這個畫分大概是0.2 左右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看這邊大概是0.2 左右 再來是3π 所以大概是0.1 左右 這樣子 那 這時候我們就用一個代表性 關於有的出來是10公分的10的 不要把它畫成一個10非常高 就畫一些代表性的10 一條比例大概標示一下 那一根高度是10 這樣就好 所以我們的正文符是nπ跟nπ分之1 但是你記得那個n要取絕對值 要取絕對值 不是兩邊都取絕對值 只有他 因為這邊有正規正位 所以這邊的話不要取絕對值 因為它是左右兩邊都有 只有它要取絕對值 因為它取dn等絕對值 所以它在468頁的下方文字敘述 它沒有寫答案出來 但是你可以依照我們的前面算的結果 然後把它寫一下 然後把它寫一下 好有沒有問題 可以了解 好 有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心 請召學會 3、4、7 好 3、7 好 沒有問題要討論 沒有的話 我們補充兩個例子 給你 跟我們電機比較有關係 一個是全波整理 一個是半波整理 一個是半波整理 所以我們可以用來做的 酱油 鱼肉 雞蛋 詞曲 李宗盛 是一個全摩整流的圖形 黃色的部分 白色的是虛線 要求這個圖形的複數形的複裂結束 所以這個圖形很簡單可以看得出來 周期是這個分子畫圖 對不對 這裡嗎 那假設我給你函數 我給你函數 你有沒有辦法去判斷出 它的周期能多少 你周期判斷不出來 腳比率算不出來 後面DN都不用算 我們就沒有函數 所以給你函數 你要試著去算它的周期能多少 周期怎麼算 我們記得 我們一翻是sin的ωt 加上度 對不對 函數的寫法 假設是正確 寫出來是這樣子 大小的 寫一些群力量來改 所以在假度是零度 所以我們是sin的ωt 所以對應到我們這邊 是sinωt 所以T會等於ω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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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解決嗎 ωt的話是2πf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會等於周期分之2π 變成p分之2π 所以我們的p就像可以推出來 變成當長分之2π 那這是一個完整的正全波 所以它的周期是當長是這個π 這邊可以 但是我們現在是取絕配值 所以是全波整 所以副半周可以翻上去變正方整 所以它現在周期變成當長分之2π 就這一個 沒有問題 所以假設我給你一個圖形 你就可以看出它的標示 知道周期是多少 假設我用文字敘述說 我現在有一個電路 這一個波形 進到一個全波整流的電路裡面去 那我的波形是這一個 波形是這一個 那其實你去算這一個函數的 複數型的複裂級數 所以這個周期分別就要自己判斷 判斷的方法就是用這樣子 可以嗎 所以假設我們函數是一個style計 所以意思就是ω等於1 這樣 那你二拍再去算就好 所以ω等於0為了你p分之二拍 所以這是二拍 那p的話是lumna分之 就變成兩倍的 看看 所以我們接著可以算D0 跟Dn 可以算Dn 所以我們就去算Dn 所以我們就去算Dn 就大我們的方式 2l跟g 會要再l 然後lfd 會要再培持 什麼一種積分的部分 要固的指數 所以這回去給你們這裡算一下 Dn 會變成是4n平方 簡易掛號的 乘以p分之負二 這個Dn不是平均值 所以是負的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就可以寫出它的 這個複數型的複裂型數 所以Dn就帶下來 就變成4n平方體 簡易 這一拍分之負二 然後你同意熟的i m ω0 是兩倍的m 然後s 那你 這是依照你的數據擺 你只要擺好一點 就是同意熟的i 兩倍的m 那接著我們去看 正五幅 所以我們正五幅就會等於n照這樣 然後這是ω0 就是兩倍的這樣 然後Dn取決對值 所以就把這個Dn取決對值 那n是正V正五二 所以有時候n是四倍的n的時候 你要記得它會有負的 所以你要選決定值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 那個n是負的補負 那既然因為這邊是平五方 所以這邊是正乎一 這個是正乎 不然正乎二有時候是正 所以這個是正的 而且四倍比它大 N代一的時候 那0的部分你再進去過來寫 假需要的話 所以這邊 所以變成四倍的n平方 -1 再乘上p 然後這個負號 用絕對值就變成正號 那你n在寫的時候就留意一下 會不會產生負的 那負的你看是要另外寫 還是是說你把它取決對值 那當然取決對值是最簡單 但是有時候 絕對值還可以再化解 你就會化解 所以這個n等於0的時候 這邊就需要取決對值 因為這個是0 這邊是負的 假設你的n是正乎一 這個是正乎一 所以四減一是正 所以這樣就不用主決對值 所以這個0 你可以在讀寫 所以真的n是正乎一 正乎二 正乎三 那0的話你再另外寫 所以這邊是0 那這邊的話會變成4 就是什麼 0帶進去 所以是胎分之二一 不太低 因為這個0 你帶進學後這邊會改分 或是你要就寫這樣子 n兩倍的分感 然後就可以成4 分平方簡乎 所以你拍分之二 但是這是偷然的寫法 因為你沒有去分析說 哪一些是正的哪一些是負的 直接把他們在取決對值 但是我不是很建議你們什麼樣子 我建議你們可以分析一下 然後有一些特殊的尼發 讀要外面群 那可以和變成像的尼發 變成像 這樣會比較好 這個是負數型的分裂級數 正對我們全國整流的時候 所得到的結果 這樣子 這個虛速有沒有點 那你就畫平補圖 記得 n是正負1 所以畫出來是左右兩邊都有 所以等於0的時候有一根 你拍分之一 讓看1多少不知道 他沒給我們 你就隨便假設一個 所以就是拍分之二 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 看他比他大比他小 你不要 比這個還要大的 因為有可能這個是比較大的 假設 他畫的比他小 也就是說不成 這個算出來的比例數 這樣就會有問題 假設他要你去做圖的時候 那這個沒有理 這個是4倍的 所以這個封目比較大 會比1還要大 所以這個封目大分子就整個 整個的值就變小 所以你就畫一根 然後左右兩邊都有 好 代表 然後看這邊是多少 那1他沒有給我們 所以就是1帶進去 所以是4-1 所以是3π分之二 你就寫這邊 就把它寫成3π分之二 好 這樣就好 所以這十七的封目不知道多少 好 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話是1π分之二 所以這邊的話會變成是1π分之二 所以變成2π分之二 然後這邊的話 所以其實你把它寫的1π分之二 所以變成2π分之二 然後這邊的話 然後這邊的話 你要寫這樣就要標 所以N1這邊就是兩倍的兩個人 就是四倍的兩個人 就把那個子標出來 要不然的話 你這邊就是要標實際的 當個對應的子下去 反正你就是要照那個 這麼古的這個才標 這是我們常看到的那個全波整流的部分 大概這樣子 有問題 可以嗎 然後我們再看到另外一個是半波整流的部分 我們先休息十分的問題 這樣可以嗎 另外一個例子是半波整流的 好 那這個一樣有圖形給你 沒有問題 可以判斷出中期等於二對不對 好 那一樣批分之二拍 所以這個也是等於五拍 接下來我們的公式去算第二個 好 算出來會是這個結局 好 那我們把馬賽安排等於負一的之後帶進去 我們一樣會產生所謂有一些是0的 比如說我們偶數 負一的二次方四次方是正義 所以這邊會變二 二跟二小兆 隨便等一減n的平方 乘以拍整個分子 這是n是偶數的時候這樣子 那假如n是基數 是負一的一次方是負一 負一的三次方也是負一 所以這一項變乳 它就變乳 所以這邊的n是偶數 所以是24680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們這邊在寫的時候 我們寫dn 所以假設你寫可以寫這個 好 或是寫這一個 就比方我們先把它寫成兩倍等一 去減掉分比方 所以開分這個分子 寫出來這樣子 但是這個裡面有一些不存在 有一些是0 那因此上我們都還會是希望你把它 剔除0的部分 所以剔除0的部分 我們真正有偶數存在 所以這個式子 會把它改寫變成3mhn 從5無限大到5無限大 然後兩倍的 那等一下會消掉 就變1減掉2n的平方 它也整個成1p 1-2 好 會寫成這樣子 所以現在是把n是偶數的部分幫進來 所以這n是偶數 好 那這個偶數2 這個會消掉 你要消掉 那這個n是偶數 好 那你比如同學會想說 上面的n跟下面的n是不一樣 對 所以假設你是認為不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n改成m 換一個符號也可以 看你 好 那只是代要問你死 所以這個斜上面的n跟下方的n 這個n是1-2-3-4-1-2-3-4 那這邊的1-2-3-4會是等於它的2-4-6-8 兩個n是不一樣的 那你要寫一個 所以在旁邊就先整你了 那這2跟這個2就可以消掉 所以這個出來 講著整個寫出來 整個寫出來 會了三個n 從負線大到正不現大 然后E去减掉4n的平方 整个是一派分之一 就能这样子 那刚刚这边有出了一个问题是 我们这边是n是奇数的时候 n是奇数的时候是1 3 5 7 9 8 4 0 但其中有一个是n等1的时候 是1减1 或者1减掉负义的卦平方 所以这个会变成0分之0 所以这个微分 这个微分会有值 这个微分会没有值 所以我们的1跟负义要个别算 所以我们要算一个叫做d的1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2l分之1 负义到 所以我们周期是2 所以是0到2l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4 2l嘛 所以两倍的l 所以2l是4 所以应该是2分之1 比如说 所以是2l 然后这就是负l到正l 所以我们这边是0到2算 所以我们这边是0到2算 5算一个周期 这个周期 这个周期 1l p是2 对不对 对不对 那l是2分之p 对啊 所以这边的话会是1 好 所以2l是2 所以其实这边就是p 或者是2l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记一个周期 是0到2 好 那这在fs 或是fp 我们是sine 好 这个图形一般会给你 好 假设这是sine 那周期是多少 可能要再试一下 所以omega的话是2 所以应该是2分之1 好 omega是p 好 所以我们要去产生一个函数 是sine 但是这个答案就是等于1跟2 好 那就对一下 因为它有的是变以图形 有的是变以图形 有的是变以图形 有的是变以函数 好 但是等一下我们要积分的时候 要去对应载 好 那个函数 基分的那个函数 等于多少 好 所以我们这边是sine 的pi t 然后再乘上也是同手的 2 i n pi t 那去算这个去把它算出来 这个会变成负的4分1 i 好 这回去再算一下 n的话我们现在带1 所以这个n要带1 那还有一个d的负1 我们还是换这个 一样是2 l分之1 0到l 然后sine的同一个图形 是同一个图形 但是这边的主数是负的 所以变成init 他算出来会变成4分之1 i 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要写他的分裂极数 这个是2468 但是我们其中有一些像是计数的 他算出来是有值得 所以你要把它加进去 所以你的复数型的分裂极数 不是只有写这样子 你写这样才不够 所以要变成一个是负的4分之1 i 那这个是d1 所以我们还要再一个 explanetial的i i t 那我们先用的是t 然后再加上 t 所以有一个4分之1 然后explanetial的负i i t 然后再加上好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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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这边是1 是减掉4m平方 乘以i分之1 是何小的i 2 2 3 3 3 那这个部分 是全部都是好数的 好 是吧 技术的部分 只有两项留下了 其他的通通都是 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最后写出来的结果 是这样子 这个这样叙述能量的标 这个题目比较特殊是 我们在算的时候 算到dn算出来的结果是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有一个问题是 这个n带奇数的时候 它是0 带偶数的 我现在看的是上面 下方没有看 下方这个分布没有看 我们只看上方这个 这个再做分析 奇数的时候是0 偶数的时候才有词 偶数的时候是2 所以我们写出来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照理说 我们就写这样子 应该就可以了 就写出这一个 这样就可以了 但这式子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你真正的奇数的时候 是1-1 它是1-1 所以这会变成0分之多少 8-3 因为这就是0分之0 所以0分之0 这个是长处 微分 是0 那这个微分条会有 所以它是收敛的 所以我们要去算 1的时候跟-1的时候的系数 所以这两个要个别算 我们讲会发展要个别算 所以我们个别算 算出来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的话 我们把它叫加回去 加回去 这样子 加回去的话 我们这边 这个是系数 再乘上它的指数部分 就是它的部数的指数部分 所以这边主要应该是D1 算出来 所以是以续续续 I跟0分之1 随便以续续续的I 分之1 0分之1 0分之1 那这边是D 所以我们就带D 这个也是一样 第二个 第一个 第一个Mine-1 这个算出来是4分之1 再进去 那这个是技数部分 只有这两个留下 其他通通都是0 那剩下就是偶数部分 这个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所以变成1去检掉 这个是偶数 所以2468 所以我们这个要带偶数 所以这边就变成2N的瓜比方 带这个 2N的瓜比方 就变1-4N 就变成这里 就也有这样子 那记得 你带的时候这边的N 我们要跟着换2N 有时候会忘掉这个N 这边放了偶数部分之后 这边N还是留着N 所以你换掉整个都换 所以你写的时候一起写 就全部一起写 比较不会充足 所以写出来应该是 属于有I的2N拐突 所以这个题目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要做分析 所以最后结果 应该写成 那个黑板最右边的那一个式子 那再来就是我们假设去分析这种因果 这是它的填衡图 那这边就有问题 所以有些0的部分你要替除 还是不要替除 照理说我们0的部分还是要替除 所以说你假如是写去取决定 我们DN去取决定 我们DN去取决定 整个都取这样子 取这样子 那这个公母 这个是负的 对不对 1-叫平方 但是证乎1-证乎2 这个都是证乎 所以这个有理是分析 所以你就把它变得过来 你不可以偷懒就写这样子 因为那标准答案应该会转过来 这样子 也就是说让这边变成证了 因为这个分析这边是0或是正的 所以二位小点 所以这个的话应该要转过来 转过来 就是找那个 那0的部分也没有不一样 假设你转过来之后 0的部分不一样 你就要单独再写 比方说我们用一个情况 因为你1-2-3是全部复的 所以你把它写成n-4-0 我们现在找的是正五复 所以是n-0 dn-h 绝对值 所以这是n拍 那这dn的话 你得要写成是n平方-1 是2n的 应该是4n平方-1 然后我们看在起多少 然后整个清理它的分析 就这样子 然后0n是等于正负2 正负2 但是有一个是0 因为0的话 全会非常不合 要不然0的话 你应该要包包进去 所以这个应该要从0开始 但是0放进去的时候 出了一个问题是 0再进去变能复的 所以你就单独写0的部分 所以一般是写这样子 然后你单独再写n-0-0 所以这个是0 那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是0 所以变能拍分析 就针对那个比较不一样的 或是没有办法定入的 你就单独写1個 所以你的正负图 n等于0的时候写这样一个 然后n等于正负1正负 正负3的时候写这样一个 然后再去画那个图 一般不会单独你要写 一般还是大部分都要你去画图 但是校内考师有时候画图比较麻烦 那就要你去写诗子 但是校内考师不怕麻烦 所以我们就会要你写诗子再加画图 这个是正负图的部分 你们参考看一下 那这个是跟我们比较有相关的 就是一个全波整流跟一个半波整流 那题目的叙述会有两种给你 一个是图形给你 一种是函数给你 那函数给你就是给你一堆文字去除 一堆文字去除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波形 我去把它做全波整流 或是一个图形 我去把它通过一个二极组的半波整流 它就会给你函数 那这一些的p、α2要自己去决定 这个就会比较麻烦 因为这边有时候常常会出错 所以可以自己回去再练习一下 那判断的原则就是刚刚讲的这一个 所以除非它有角度 一般是不会有比较远的角度 所以一般的话就是sine或psine 那你记得这里面是我们也敢听的 所以看它给你的函数是什么 比方说它给你3t 那你这边就大概3t 这样按就可以算了 这样按就可以算了 那你那里 知道 非常得好 等会不会 要去问一下 要去问一下 好 我们大概第六节就介绍到这边 有没有需要讨论的地方 有没有需要讨论的地方 下个来找吧 没有 那那个第七节 460节 469月的第七节 那个信号的滤波部分 我们就滤过去 这个看那个你们通讯老师 有没有需要讨论的地方 有没有需要讨论的地方 所以我们第13章就全部到这边